1971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台湾退出了联合国 美兰 美兰 我爱你 你像兰花 找人命 你像美花 念念旅 看到了美兰 就想到你 我的美国人朋友时常觉得说 为什么我好像一直都很快乐 好像没有什么抱怨 什么事情都好像觉得很OK 然后其实不是很完美 也就是觉得这可以接受 我想这都是源自于童年 或者说你的成长过程 塑造出你的人格和价值观 因为我是从台湾 我小时候在台湾过的 因为过过很艰苦的日子 所以我觉得目前所得到的任何一切 包括了工作 我的家庭状况 还有我的经济环境 我都觉得那都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感恩吧 就是很感恩 我这样 从我1971年开始讲起吧 1971年在台湾 那个时候叫做 就是叫做中华民国 没有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 或是说中华民国台湾 或是台湾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叫做中华民国 我们就叫做中国 因为中华民国的缩写就是中国 所以那大陆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的缩写也叫做中国 所以那1971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 1971年在台湾来说 那时候经济很不好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实大建设 没有高速公路 就是台湾整个还没有在发展出来 还没有发展之前 那我们住的环境就是 其实也不是很好 就是不是说很好 其实是很不好 好像是 反正就是1971年的时候 台湾的经济状况很不好 整个情势发展 国际局势也是很在惊涛骇浪之中 那1971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台湾退出了联合国 那个时候因为阿尔巴尼亚的提案 就是让大陆就加入联合国 然后台湾就退出了联合国 那因为那时候蒋介石说 汉贼不良力 今天来说觉得不是真正确的说法 那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说法 就是说 就是说汉贼不良力吧 那时候 所以那时候就说 因为台湾 中华民国就是认为说 我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我代表中国的 整个是包含了大陆 所以 所以那他说他要让大 联合国要让大陆加入这个联合国 那台湾就 所以就退出了 那时候台湾没有什么好朋友 只剩那时候就美国 那时候台湾的邦交的国家就美国 像沙特阿拉伯 还有一个很不好的朋友叫做韩国 对 我跟你讲 所以可能是因为我的童年的关系 对韩国的影响非常非常不好 因为他们就是很 就是在欺负台湾的一个国家 现在大家看韩剧看得很高兴 追韩星追得很高兴 对我来说 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 因为韩国 因为台湾没有什么盟友 在亚洲几乎已经没有什么 怎么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那韩国是其中一个 所以韩国就一直拿很多事情来要挟台湾 就是说很多签订很多不平等条约 就是说你要通行 就是他们要有特别的待遇 什么样 他说你不给我 你不给我这些 我就去跟大陆建交 所以台湾一直在被韩国 压一直在被韩国欺负 1971年时候台湾退出了联合国 那个时候很紧张 那在学校我们就教了一首歌 就是鼓励大家的歌 叫做庄敬自强歌 我现在唱一段 古兴尼六季等世界风云几遍 我们要奋斗我们要镇定 庄敬自强出遍不惊 黑暗前头就是光明 就是叫做庄敬自强出遍不惊 那再讲个轻松一点 因为我们小时候 那时候黑白电视 那我们家是没有电视的意义 所以我们那时候电视都是跑去人家家里面看 就是说跑到朋友家 有时候朋友都不方便 那我们进去 我们就在他们窗外 站在窗外这样看 或者说跑到人家路边开的面店 那他里面有个电视 那我们就站在面店外面这样看电视 八年党到了 就赶紧看电视 所以就学了一些有的没有的流行歌曲 因为翠台青 翠台青在台湾那是超级巨星 可是我想可能来自香港的朋友 或是来自大陆的朋友 可能对他都很不熟 可是那时候 翠台青这是超级巨星 在台湾真的是 那时候他很流行的一首歌曲 那时候 为什么春天要迟到 为什么春天你要迟到 等的我好烦恼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再不来鸟儿也飞了 你来了 你来了 院里的花儿开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再不来花儿也飞了 有没有觉得很好听 我觉得以前的歌真的很好听 很简单 还有一首歌 叫做 这个一定要唱 叫做梅兰梅兰我爱你 因为梅兰梅兰我爱你 就是 因为很好 就是以前那时候是铜板 铜板的时候 一边是梅花一边是蓝花 所以叫做梅兰梅兰我爱你 所以说 可能是巧合吧 就开玩笑说 就是我们就是爱钱 我们就是爱 money 那后来 我有听说 另外一个故事说 梅兰梅兰是一个 一个餐厅 还是一个酒店的服务生 就是一个 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那所以是作曲的时候 就作曲作词 就这个 要帮她写一首歌 就叫做梅兰梅兰我爱你 梅兰梅兰我爱你 你像兰花照人蜜 你像梅花年年绿 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我要永远爱着你 今生今世在一起 我要永远伴着你 今生今世又在一起 梅兰梅兰我爱你 你像兰花照人蜜 你像梅花年年绿 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不好意思 有点出彻 这就是我 就是我们没有看到歌词 就是一个